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气恶锤在投资世界的确是有迹可尋 今年上半年英国脱欧公投有结果之后 虽然港股当日大跌超过六百点 一度穿过万九点 但半个月之后就已经收复失地 重上两万二楼上 至于早年的九一一恐习 港股虽然在随后的交易日大插近千点 但之后用短短24日时间 就已经补回期间所有跌幅 这些非经济事件 数据上恐惧出对股市的影响只是短暂 而事实上 美国前财长薩默斯 连同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家 在1988年都发表过的研究报告 当中列出 在1941年至1987年期间 49件被认为是对股市有重大影响的非经济事件 包括有珍珠港币集 古巴导弹危机 和总统金乃迪玉石等事件 他们得出的答案都是发现一些非经济事件 对股市的影响极未 由头到尾 其实主要是要捉到 或者分析到就是 大户 所谓的大户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是刚刚那少数人 但保持大股数的 即大传对股数的那些人 那个想法是怎样 和他们想怎样 你掌握到这件事就最好了 为什么呢 无论有任何事件突然出现 阻止这个趋势的话 都是暂时的 还可以提供一个机会给你 就是增持 他又指出 要衡量英国脱欧 这类非经济事件 对经济的实质影响 是要用几年的时间 但手上持货多的大户 就会倾向在股市 落得强劲的跌幅之后涉货 所以股市短时间内是会回升 到底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 如果特朗普是当选 外界所说的特朗普危机 又是否真的会出现 梁耀明就认为 美国现在的经济基调良口 单凡一个人是很难将经济推倒 所以不认为特朗普当选 对股市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又说目前港股和美股都是在高位 未来或者会有调整 但幅度就不会太大 限制应该很难跌出2万点 而升到2万3楼上 就可以先行沽货获利 ONTV东南电视财经新闻 好回来 为何要说2万3楼上 我们一早就说2万3楼上 我们没有解释 我们没有解释 一早就说2万3楼上 现在才说可不可以见到2万3楼上 这段新闻是多少时间 肥仔? 这两天左右 这段新闻呢 这段新闻呢 你今天说突然间播歌 我认为好吧 休息一会儿 至少要播五分钟 我为何猜他多长 三分多 这篇是不错的 肥仔开始长大 大家看看 越催成熟 可以潜测的 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成功投资者 这是我挺有信心的 因为他已经是适合方向了 不过呢 就要抓一抓肥仔 因为其实这段 我和大家一起看的 我也是 刚刚看的 不过里面有几个道理 我都挺认识的 第一件事呢 就是 他的统计是不错的 如果统计是真的 就是说 不知讲过什么 几十年里面 1904几年至今 由打仗 行刺 现在就知道 911 因为911的时候 我也看到股市是怎样 加上就算是07 07 即是爆煲那次 金融海啸 这个就完全有关系 对 那是关系 非经济 突发事业 真的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是真的 至于你说是否特朗普效应 我又不觉得特朗普会是一个效应 如果纯粹 因为他也说得没错 美国经济是走回正上升轨 这个又不可不提 就是上星期 上星期贴了一篇 上星期五 应该是上星期五 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 做完之后 就放上去Facebook 给大家看看 预测 周五的飞龙 其实有时间大家可以看 其实那是预测到的 因为这个其实我几集之前都相信 应该是上一次飞龙的时候 我也说 做小功课 给大家看看 起码找到答案 都知道是好得不好 其实不是很复杂 因为勞工市场的数据都是找到 我们叫做correlation 看看互联的关系有多高 其实飞龙就业数据和新增的数据 和持续领取救济金的数据 基本上是同步的 如果大家找回上过几年的数据 所以如果大家不厌其烦 想自己做个预测 就不用上网找答案 自己也做到的 像我这样 将它的新增数据 在一个月里逢星期四公布 将那些数据自己加上去 再看那个月的飞龙 再看那个月的持续领取救济金的数据 你会发觉大家会同步 一起升、一起跌、一起跌 所以你的飞龙数据 基本上如果你在7月份来说 7月份的新增的救济金 我应该印象中是24万多 它的全年的平均数是27万 是低于平均值的 而上一个月也是 上一个月就很好比较 上一个月飞龙数据很漂亮 28万7万 所以我看到7月和6月都是这么低的 就是新增失业救济人数 都是相对这么低的时候 就是说7月的数据应该都是英俊 有多漂亮呢 大家可以再看前两三个月 因为6月是很远的 6月是上升7万8万 但6月的新增数据是27万7万 是高于平均值 但是其实整个新增数据 其实对上35个星期都在连续下跌 其实是很健康的 美国现在的労动市场是真的超过上升跌 真的是一个 trend 所以不要怀疑美股会不会急跌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基本因素是労动市场 其实已经看到了 没错了 看到那个情况是有多理想 那就是 回顾一下刚才那个故事 因为这样你可以预测到飞龙数据 其实4月的时候都是24万多的 新增数据 所以我自己也是估计 4月的时候飞龙增长 就是增加16万多 大家看看数据 大概是十几万而已 所以我都觉得大概是19万至16万之间 在这个 range 出来是25万 就更加好 就是星期五 所以美股当然做完调整 上星期还说做个调整 做个期 只要向上突破 应该可以再做个继续模式 再向上走 我看来我都觉得应该是会 整个图画都是这样走 所以美股我看不到 它有些短期内 会有什么大转向 所以港股我都觉得 出现这个 又是一浪高过一浪 正如刚才那个朋友 post939出来 都是慢慢越走越高 这个在刚才你的篇文章里面 我觉得顺带一提 它说得对的 美国经济是十级而上 慢慢越行越高 所以是一个很高的 另外一个就是 它还说的一点是什么 有一点就是说 哎呦刚才想起的 这个就是 大户持货 大户持货 这个就是我批评它一点 鬼不知是妈妈的女人 但是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大户 除非你是高盛的 或者帮一些大基金 拿着很多货 帮一些免货 拿着很多货 你怎么知道 哥哥 你做一个散户 所以呢 就是要靠技术分析 这件事就是说出那个要点 因为你从上到高位 究竟市场的市场宽度 能不能够配合到呢 其实就是可以看到 究竟这些大户 是否真的在拔插数 就是在教脚 扔到环树 慢慢在 现在上到子弹 其实就是靠技术分析 去找到答案出来 这篇文章是挺不错的 值得赞的 好了 说完这些题 也不是题外话 也不是题外话 之后 就是大市 大市恒生指数 今天就 今早就升过来的 今早就升过来的 下午回来就有少少走样了 那你觉得怎么看呢 好了 恒生指数 看看图有什么启示 有经历这个星期了 上个星期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一 星期三 上个星期三 刚刚出现了一粒 什么形态 例如放大一点 Invested hammer Invested hammer 例如这枝多字的物体 在底部出了一枝Invested hammer 如果这枝在顶上 叫做gravestone 即是棺材钉 这个是否叫Dragonfly 叫做蜻蜓 这一粒 不是Invested 太实 其实 在顶上就叫做棺材钉 即是上次在原油周线图 那一粒 好了 出现了一粒 这是一个转向讯号 这个讯号 这个讯号出来之后 星期五就是这枝羊竹 星期六 其实我有和大家设计的 扔了一幅 是的 没错 你看到那个 已经K4了 是的 已经看到这个形态应该要上升 这个调整 走完 其实这个调整走完 上星期三这一棍 其实都是一个启示 而星期四高开 虽然跌下来 星期五就很帅 星期五那天 其实是在亚洲时偷定步 没错 那一晚就可以飞同数据 当然我自己早已买 当然会买定 因为目标价是23000 23000是怎样找出来的 大家朋友 投肩底 投肩底 就是再归号 基本上 要么你可以当这个是头 这个是左肩 这个是右肩 如果你说这个不是的 也不要紧 因为你当这个是一个通道 这就形成了 上一集有画的东西 就是有讲过的了 这个再画一画出来给大家看看 你可以这样看 你可以这样看 由这一万八千二百七十八 底下 底下上升了第一个 接着就做了 consolidation 接着升到这里 就破了 破完做完调整再破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常常量度幅度技术分析 就是第一个目标 就是破完之后第一个目标 通常是量度这个 第二个目标就是量度这个高度 如果这个高度再破 如果这个高度再破 最终最终就是量度这个高度 量度这个高度 量度这个高度 记住这个高度在哪里量度起 不要在这里量度起 在这里量度起 所以要量度起的话 两个都相约 是的 很相约 一二三四五六六格 这里是一二三四五六六格 但是二万三千 两万三千多 这些位置 如果最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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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形态要走完的 就是到这里了 那你就好了 如果你说 喂不是啊 你刚才说的头肩底 是否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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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这也是短头肩了 左肩 右肩 脖肩 如果可以再拉长一点去刮出来的话 这只会是这样 audience 然后这个一定会這樣 prá 如果这个 这个位置25500就会是这个目标 纯粹是量颈线和头顶的高度 很明显这块东西这次破了颈线之后 通常这些东西就会这样下来后抽 说过了如果它接下来不后抽的话 如果这里不后抽的话肥仔继续上去 没错了就不后抽了 接下来就这样去的了 画得比较糟糕 不是这支笔很难驾驭的 用猫舌都可以画的 不同的感 手感不一样 所以应该是这样 23000可能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很复杂的第四浪 就这样就如是一只 希望大家复杂图最后这样走就好了 真的开心死了25000 去到最后就是这个 但是又看看今天 如果纯粹用今天的图又如何 今天在阴阳烛那里就不是那么帅 甚至升 已经连续两颗了 出了两颗了 然后今天成交量是大的 今天创新高之后就去不到 但是其实这个在上升趋势里面 你会怕不怕这些东西 其实在这一阵上升趋势里面 也有发生过 这里不就已经发生过了 这些就有发生过了 如果这枝阳烛没有出现之前 你的位置就是 所以这个就不是太担心的 我觉得 因为那个趋势 大趋势 因为刚刚调整完 没理由一升完 就慢慢掉下来 除非 除非明天出现大阴烛 那你就会害怕 但是有个这么巨型的东西 就不需要害怕了 也不应该害怕了 如果这样也要害怕 那怎么能赚到钱呢 不如买一些收水股算了 好了 恒指就这样解读 我们仍然看到 都是比较大好友 比较看高一线 个别股票 记得前几集介绍了 883 不是883 还有前一集 就是半导体的 对吧 对啊 没有讲股票的 只是讲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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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可以讲一下 因为 中心角色 这间公司 其实很多人输了很多钱 我先申报 因为我们也有做功课 做完功课之后 我们也有跟客户去买 但是当然我买的数量很少 这间公司刚刚公布业绩 公布第一季业绩 其实那个业绩 挺英俊的 挺英俊的 每年比去年增长 是双位数字增长的 挺不错的 还有其实那个半导体 我上几集已经讲过 整个行头 是一些单 有些多到要发给人做的 尤其是这间公司 是窝底 也都出去做并购 所以这些大家都可以 在公司的网页里找到这些资料 图那里 行业就看得不是太差 关注了行业 现在就关注过股 这些东西 你觉得对了 好像是想在底下 没错了 如果6毫子这些位置不破 基本上 看来可能会插过线 可能会高一点 当然这些东西 我印象中输死了很多人 因为这些东西 我听过很多人说 很多人打上去 会输很多 这些东西 你看1.9落到1毫子 1.9 什么1.9 你再说一次 大妈妈的声音 你看 两个目光 可以输死你的 但是输死你得来 有这样看 曾经下过1毫子 1毫子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这个月线图 不要这么开心 月线图上升了1毫子 10倍 老闆 只是需要连聪之时间 这些东西 买到便是好东西 两个多的东西 很难见得回 只不过 以行头来说 不差 接下来始终 那么多 IT 那么多电子东西 都是龙头大佬 在公司比较便宜的时候 的确是比较吸引的 其余有两三间同类型公司 行业里面 股价没有那么好的 就是那个业绩 所以如果介绍 要看下这一只 要看下这一只 那这一只 时间到 稍后回来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笋字 香港人对笋字情有独钟 好像笋盘笋野超笋架 估不到日本台湾 都是这么喜欢笋字 他们近年还情迷绿竹笋 贪这只绿色食材 清甜爽脆 和食法千变万化 例如有冷笋沙拉 绿竹笋炒肉丝 咸蛋炒绿竹笋 讲到笋野又怎么少得 晋升今次为大家带来 超笋的台湾特优级去学绿竹笋呢 台湾直送真空包装 即开即食 想知道晋升陆竹笋 到底有多笋 快点上来MIHK 网店订购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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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刑